大家好,我是季强 今天帮我一个村里的朋友家 一个哥们家 往岛屿上运送这个 种地用的子种化肥 就是种地用的一些物资啥的 运送到一个岛屿上去 在这个黑龙江流域这个边上呢 中国边境这边 然后有很多的岛屿 其中就有很多岛屿 一大部分岛屿 也就是有我们当地农民的土地 在点上种的土地 趁现在没开疆之前 要把这个种地的一些物资啥的 全都给它运送到上面去 先放到上面 要不然的话一开疆以后 运送就费劲了 得用船啥的了 现在还在 还不用船 现在在冰上直接把车开过去 把土拉机开过去可以 咱们一会儿跟随着看看 在什么样的河道里 跑车的啊 拉着就这个大图拉机 拉着一车 这个子种化肥 也非常沉的啊 在这个冰面上可以过去 咱们跟随着去看看去啊 过一会儿咱们就坐这个皮卡车 跟随着 那个拉物资的车上岛屿啊 用这个皮卡车往上拉点柴油 拉一桶柴油 开始下大河了马上啊 黑龙江滞留 马上就到黑龙江滞留了 看怎么从这个黑龙江滞留上面过去的啊 在冰上面 现在下大河了啊 这就是黑龙江滞留啊 这是一个 对面那个岛屿就是我们要去的岛屿 这个现在这个河的两边 两边岸都是个岛屿 一面一个岛屿现在 一个叫大岔子岛 一个叫南熟市岛 上岛屿了 上岛了 好到地方了朋友们啊 看了吗 我身后 这都是这个岛屿啊 那土地啊 这都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的那个土地 我身后这个大库房 这个大库房就是 到秋天收粮的时候 往里边放粮食用的 存放粮食用的 然后 再就是春天 放一些 重地的物资啥的 都放在这个库房里面 咱们现在开始卸车啊 马上要卸车了 给它卸车 好 好 开始卸涼了 开始卸那个 资种化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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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朋友们,咱们车已经卸完了,这边卸了一趟,然后车那边还卸了一趟,卸了两趟一步,马上就往家走了,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欢迎没关注的给点点关注啊,也欢迎朋友们给转发,评论,点赞,支持一下啊,谢谢你们的支持,下期见朋友们,再见再见